出版了德勒之論文學這本書之後 就是引起學者也是很多的迴響 那這本書的整本書的翻譯者 也就是我們在場的李玉林教授 他現在也是在中興大學任教這樣子 那後來在兩年前2016年伯格的這本 德勒之論音樂繪畫與藝術 也就一樣由麥田出版來出版 讓我們可以更看到伯格先生在關於藝術領域 還有就是美學這方面的思考這樣子 那實際上這兩本書其實伯格先生也花了好像12年的時間 其實他寫了三本 在美國的話其實是原本要出成一大本的 然後因為出版社覺得太重了800頁 所以就把它分成三本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像我們今天看到這本這個 這個魯特勒之論音樂與繪畫語意 美學的藝術呢 實際上正好是他那本大書的開頭跟結尾 所以非常的重要這樣子 那今天就是非常榮幸就是 因為北一大國官實驗室的系列演講邀約 所以我們請到了伯格教授 那我就非常請他說 如果來跟大眾場 就是不只是學術 我們可以跟讀者 還有他常年來的讀者交流這樣子 那今天進行方式大概會是一個半小時 那會是由我來做主持 然後那個就是 基本上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針對就是介紹伯格教授 以及林玲老師的這個工作 以及就是他們的學術的生涯 以及理論的一些開創性這樣子 然後讓兩位去做一點互動和對談 那第二部分就是回到我們這個講題 就是談說德勒之到底怎樣去看 藝術跟繪畫還有文學 那這個因為是哲學家看藝術作品 所以我們都想會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視角 那這時候就或許不是那麼的個人主觀 而是一種比較有美學或一種感覺的結構的東西 來思考藝術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在中間會稍微播放一點點藝術作品 然後就是要看什麼說故事這樣 就是讓兩位教授來稍微提點一下我們說 德勒之公是用什麼樣的一種特殊的感覺方式 來閱讀我們的藝術作品這樣子 那最後呢就是因為事實上 這本身都是一個跨藝術跨領域的一個實踐 所以像文學、音樂、電影這方面的部分 其實都會跟這些繪畫藝術發生不同程度的關係 所以在後面我們也可以聊一下就是說 在還沒有會翻譯出來的那個德勒之論電影 或者是說那個就是他其他的書呢 都是其實非常仍然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也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說在文學藝術之外 其他藝術領域的部分是有什麼關係這樣子 那因為活動過程我大概已經有跟柏格教授說明了 所以我就不再做第二次翻譯 那基本上等一下就是會有我 中間會有一些提問或者是引導 那我也非常歡迎各位如果任何不是很清楚 或者是非常好奇想直接發問我們都非常開放 因為柏格教授自己也在美國各個書電影 都有跟一般都很大眾做互動 所以他會非常注意大家的表情跟那個反應 那他覺得欸你們覺得這個很好玩 我可能會多講一點這樣子 那請大家就是非常輕鬆 那柏格教授是在美國喬治亞大學的 比較文學系擔任教授 那他在常年那邊任教於就是文學跨領域的藝術解讀以及哲學的思考 他本人也是會法文跟德文 所以他對於很多的這種德勒之文件都非常熟悉 那麼所以其實如果有非常刁鑽的這種有拿書過來的讀者 或者是你已經常天拜讀過柏格教授的文章的 你也可以去問他一些更細的問題 這都沒有問題都是很開放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這幾本書呢就是陸陸續續都在台灣可以看見 那這非常的難能可貴 然後這在當然也要歸功於我們的主義者就是李玉玲教授 李玉玲老師在2006年就一個人把德勒之論文學 這個部分的著作就完整的翻譯出來 然後其實在我們很多的學生的社群裡面都傳閱無數 那我這個還有用那個封套包起來 就是很珍貴這樣子 對 那麼那個在2016年的時候 李玉玲教授在中心大學 擔任就是這個台灣文學跨國文化研究所的教授的時候 也擔任就是主義邀請了台灣學界各界跟德勒之有關的研究的人 來翻譯了這共同翻譯了這個德勒之論音樂繪畫與藝術 那雖然我抱歉我沒有非常的知道說裡面的這五位譯子 分別是翻譯了哪些那個商節 那或許等一下我們可以聊一下就是說 是大家共同討論然後來形成的一個藝本 還是有什麼樣的分工方式 好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的進行方式 那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introduce Berg and Professor Yuld